新北市中和區有一家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居然被員工檢舉他們拿過期的食品 餵食給老人家 而且剛剛上午社會局在前往機場 還正在冰箱找到過期的食物 馬上您先記得謝凱璇 Hello 主播各位觀眾 新北市中和某一家老人照護中心 驚爆他們向超商長期拿過期的食品便當 一些飯糰等等 還把這些過期品拿回去 打成了泥狀或者是呈現稀飯狀 來餵食裡面的中心裡頭的老人家 而消息傳出上午衛生局及社會局的人員 再度前往機場 卻在冰箱裡面再度發現到冰箱裡面 有冰一些已經過期了將近兩個月的冷凍食品 實在是太誇張了 不過這被爆料的照護中心的負責人 他則是出面來喊 約我們來聽聽負責人說法 他知道我們有養狗 他叫我們去拿 因為這次不是那個電視說那個麵包怎樣 因為他那個便利商店 他那個OK便利商店 我們剛才做到夜晚拿回來給我家吃了 那一間便利商店 哪一間喔 哪一間你出現好嗎 好啊好啊 我們女兒才告訴你 這家老人長期照護中心呢 是被指控說他們呢 向超商拿過期品呢來回去呢餵食老人家喔 而被檢舉的這一家照護中心呢 其實呢是員工 他們表示看不下去了 他們向社會局來投訴 而社會局呢 他們昨天下午呢 立刻前往機場 已經發現呢 有很多的商品呢 是有過期的 而這些呢都很可能都已經被這個照護中心呢 給打成了泥狀呢 來為成為老人家的這個午餐晚餐 甚至早餐等等喔 不過呢這些老人家他們到底有沒有這個吃下了多少東西呢 目前都還要清查 但是根據衛生局他們昨天機查了 結果狀況發現呢 的確有相當多的過期 商品都是從超商拿來的 包括有些麵包 甚至飯糰等等 這些東西呢 都已經過期了將近一個禮拜以上了 而這些呢 很明顯的都是已經過期很久很久的了 所以呢 這些東西到底是像負責人所說是拿來餵狗的 還是說 其實他們根本就是把這些過期 食品呢 來餵食給老人家 讓老人家來食用呢 目前都還要在釐清當中 不過呢 衛生局跟衛生跟社會局呢 已經針對一些違規的部分呢 都已經開除了罰單了 以上是目前為您掌握到的情形 鏡頭交換棚內